好 接下来讲涅槃 涅槃是泛语 古时候说涅槃 现在顺库也说涅槃 旧的翻译为灭度 或者是极灭 无为 解脱 安热 不生不灭等等 这些名词虽然不同 但是它的意义则是相同的 现在我们就举灭度和极灭两种意义来解释 灭度就是灭除烦恼 度脱 生死的意思 极灭 极就是理性极禁 灭是烦恼灭除 也可以说正得极禁的体性自然烦恼就灭除 烦恼灭除自然正得极禁体性 如果按照新的翻译 贤障法师把它翻译为原极 记住一切福德智慧 这个叫做原 永离一切烦恼生死 叫做极 详细的来说呢 就是福慧做到圆满无缺 这个福慧做到圆满无缺 这是圆 见尸 成沙 无名 这个山获烦恼彻底清除 生死完全渡脱 那这个是极 永远不再被烦恼生死所困扰 回复到圆满及造的本有心体 而获得一种自善自美的庄严解脱 这个就是涅槃的境界 圆极 现在有一些不懂教义的人 竟然把涅槃认为是死的别名 这个是根本错误的 要知道涅槃是由诸佛历劫辛苦 激行一切功德所换来的代价 怎么可以说一般人的死就是涅槃呢 这个样子未免太失了涅槃的身格 至于现在的僧人世事称为原籍 这个是用来赞叹他修行功德圆满的一种表示 或者他的功行已经震到涅槃的境界 也未必可知啊 道教也是啊 人死叫做驾赫西规啊 这好像说死了消失了就叫成就 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总之不能说死就是涅槃 如果死就是涅槃 那么狗死那不就叫做狗涅槃吗 那么猫死不就叫做猫涅槃吗 这个样子一来就未免太可笑了 所以诸位啊你要清楚啊 不要变成笑话了 涅槃跟死不相等 涅槃是一种自善自美的庄严解脱 这个是很神圣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刚刚说三祸烦恼 我们先来说明一下 什么是三祸烦恼 天台中就界内界外之祸 所分的见识祸 成杀祸 无名祸 又称为三藏 三祸又称之为三藏 第一个见识祸是见祸 生见 边见 斜见 见起见 借近起见 跟施祸的贪嗔痴曼仪的并称 见或是义根对法成所生起的种种邪见 也就是明仪推度三世道理的烦恼 施祸呢 是炎耳鼻射身五根 贪爱射身相位处五成 而起的想跟着 也就是明仪陷在世里的烦恼 这个见识祸为声闻 原觉 菩萨三圣所共断 所以又称为通祸 由见识祸召感三界的生死 所以视为三界内的迷惑 这个需要用空观来对峙 这个见识祸我们在金刚经的课程里面 说明很完整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概列说过而已 第二种呢是沉沙祸 沉沙祸是迷移界内外 有如横河沙尘术之法 所起的战祸称为沉沙祸 印度的横河 它的沙子很细很多 所以这个是用印度横河沙尘术来比译的 这是一种比译 菩萨断除见识祸以后 容易着以空观 而未能进一步了知众生的沉沙祸 以及对峙教化的方法 所以沉沙祸又称着空祸 沉沙祸会妨碍菩萨化度众生 沉沙祸为菩萨所断 通以界内外 需要用假观来对之 第三种是无明祸 无明祸是以一切法无所明了 所以称无明 也就是迷移中道地异地的烦恼 无明祸是夜市的种子 是烦恼的根本 是属界外的祸障 只有在大圣菩萨定会双修 万行济足才能断此祸 这个需要用中观来对之 要达到涅槃 必须要这三祸烦恼彻底清除 佛陀是涅槃相 他的意义呢 在视线真心不生不灭 不动不摇 离以言说 才能正得实相 只要我们安住不动 不为静转 不找一切相 实相就当即现前 佛陀说 涅槃经一昼夜之后 他就入涅槃了 前面我们说过 佛教说的涅槃 并不是只能死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说明 涅槃的种类 小圣佛教 把涅槃分为两种 分为有仪涅槃和无仪涅槃 有仪涅槃是小圣圣人所修所正的果 云云众生 执着于我 有我这个人 有我这个人就会怎么样 我就要享受 我就要吃得好 我要穿得好 我要住得好 这就贪得无厌 也就造业受报 由于被善恶业所改 他的寿命就有奋献 他的身形也有断别 有天人 有人生 有阿修罗 有恶鬼 有畜生 或道地义 在六道中 轮回不已 不得出头 所以他的生死为分断生死 小圣圣人总认为有法可得 有道可修 有生死可了 有涅槃可证 这个叫做法子 他们断六根的时候 我直已灭 人我已了 善恶都不着了 所以能够出六道轮回 了奋断生死 但他们 入以大我 执着法生的四大种性为我 我们的法生 本来就具足地水火风 这四大种性 但是你不可以执着这四大种性为我 一有所住 就是法有我 学大圣的人 物人法俱空 絲毫没有偏执 了人无我 可以了奋断生死 了法无我 则了便亦生死 奋断生死就是六道轮回的生死 你每一次生死都有个身形 在世上生存一段时间 人有人生 马有马生 狗有狗生 这个身体生存就是生 那么坏的呢 就是死 这个叫做奋断生死 变异生死 就是我们的思想一生一命 变化无穷 了六道轮回的生死 叫做了奋断生死 了思想变异的生死 叫做了变异生死 一切法根本不可得 认为有法可得 认为法有真实受用 那就是法职未除啊 因为小僧人们 他们入于大我 执着法身的四大总性为我 同时 僧文执着以苦疾灭到四地方 圆绝呢 他又执着以十二因缘法 法职未了 思想上 难免有一生一灭的变异 意境上 就不得安稳受用 我们修行 由你转悟 由凡夫 罗汉 菩萨 每一个意境的转化 就比如一度生死 这是意转 并不是有形变迁的变化 这个就是变异生死 小僧僧者 他还有变异生死在 还留有尾巴 所以叫做友谊涅盘 就小僧方面总和来说 正得了阿罗汉果 对于遭感生死业因的见识祸 虽然已经断尽 也不再生起 但是还有前业所遭的生死果报生 未灭 也就是说 这个生命的体是还存在的 这个叫做友谊涅盘 友谊涅盘 也就是指涅盘后 仍然存有不彻底的信念 一个修行者正得阿罗汉果 这个时候夜报的阴已尽了 他的阴虽然已尽了 但是还有身体的存在 要受世间疯饥饿等等的痛苦 所以称之为友谊涅盘 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后 摆脱了烦恼 达到了涅盘的境界 但身体还在 这个时候是属于哪种涅盘 友谊涅盘 这个时候也属于友谊涅盘 而无以涅盘呢 是连以前烦恼夜所受的生也灭 更不随夜受生死 这个就叫做无以涅盘 换句话说 不但遭感生死之本的心理烦恼过夜 已经解脱 就是众苦所计生理上 现实生命体也同样解脱 这个为无以涅盘 以上为小圣的友谊无以涅盘 这个友谊无以同为一体 因为都断了见识或同正真理 不同之处啊 只在于有肉一生的灭 跟未灭上面有所不同而已 也就是说 如果肉身已死 一切想念都断结了 一切果报也完全不存在了 那就彻底脱离了六道轮回 这个时候就得到了无以涅盘 大圣中观行派主张诸法信空 认为呢 就连作为最高境界的涅盘呢 也仅仅是一种假名 并不是真实的存在 小圣圣者只希望赶快脱离六道 永远不要再来世间了 但是大圣圣者不一样嘛 大圣圣者认为 这个还不是真正的解脱 大圣圣者在证得涅盘之后 还会趁厌再来这个充满苦难的世间 度化一切受苦受难的众生啊 所以分断生死和便意生死都了了 这个就是无以涅盘 就大小相对而言呢 小圣所证涅盘为友谊 因为他仅仅断见识烦恼 灭愤断生死而已 还有其余的沉沙无名烦恼没有断 便意生死未了 所以说友谊 至于大圣所证的涅盘 则为无以 因为他是见识成杀 无名三祸全断 两种生死永灭 再无其夷的烦恼可断 生死可了 所以称为无以 这是大小圣相对的友谊跟无以涅盘 总之小圣涅盘 灭见识烦恼 度奋断生死 大圣则是灭成杀 无名烦恼 度脱便意生死 小圣虽然不算严满解脱 可是他已能够了脱奋断生死 因此也称得为涅盘 这个叫小涅盘 在三德之中 小圣仅具有解脱一分 这个三德是法生德 波尔德跟解脱德这三德 那么小圣他仅仅具有解脱这一分 至于大圣所证的涅盘可就不同了 他是圆断烦恼圆满解脱 圆正三生圆祸三治 法生波尔解脱这三德具备 常乐我尽是德不缺 新经所说的就近涅盘 就是指得到这一种境界 此外还有信进涅盘 信进涅盘又叫做自信涅盘 还有无助涅盘 也就是无所助涅盘 加上前面有疑跟无疑 为四种涅盘 有疑无疑 这两种是三圣共振 凡夫无分 那么信进涅盘 则是凡圣同聚 无助涅盘是佛果独振 接下来我们来说明 信进涅盘跟无助涅盘 信进涅盘是诸法自体 性本空极 不假他修 法法平等 甚凡不二的理性 换句话说呢 就是一切众生 不论是非情走兽 都是有佛性 都是有决性的 他是不生不灭的 佛性并不应有了肉体躯壳而生 也不因肉体毁坏而亡 他是不生不灭的 在你生命未形成之前 他是如此 在你降生之后 他也是如此 到死亡之后 他仍然是如此 他是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动不摇 不够不进的 这个就是信进涅盘 只要心不生不灭 即灭就现前 就正了涅盘妙果 我们修学佛法 就是要正涅盘 不住涅盘呢 是说不住生死 不住涅盘 因为他是不灭 因为他是不灭圆满 更无所求 体虽如如 而能不变随言 又虽生灭 而能随言不变 又因为大慈大悲 不住涅盘 为什么不住涅盘 因为不冷做事 成立于生死的众生 而不救啊 再来因为有大智慧 所以不住生死 不被无名所迷 不被业力所转 所以叫做无住啊 无住涅盘 这个地方有个问题 我们活着的时候 有个肉体在 因为总需要 有个寄托处嘛 这个时候心里 不明会想 一旦一口气上过来了 世大分散了 那要到什么地方 安生立命呢 修净土中的人 会说我们到西方极乐净土去 往生西方去了 我们依靠的是西方三圣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我们依靠他们再去修正 我们是有地方去的哦 那你们修禅宗和修密宗呢 将来到哪里去呢 这是佛教徒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 把它弄清楚 那么学习佛教经典 那就比较容易能够理解了 因为佛陀说法 就是要解决生死的大问题 前面说过了 自信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生无所生 死无所死 之所以有生死 都是我们的执着在作怪 活着的时候把一切都妄想以为死有 人的身体家庭金钱物质名利地位等等 样样都想要追求 都想要贪取 都想要占有 于是呢 执着外来的境界 心随静转 有取有舍 有爱有争 所有的一切 那就都种在你的第八诗里面了 这个第八诗也就是阿赖耶诗 它是储藏式 所有一切好的种子坏的种子 生命跟不生命 都储藏在这个仓库里 一旦人死了 肉体已经坏了 事大分散 这个身体不能用了 房子坏了 要搬家了 这个时候 因为执着我的原因 就生出中阴身了 中阴身就是原来的肉身已经坏了 人已经死了 而未来的身体还未形成 还没投胎转身 就在这个中间时期 第七诗莫纳诗 我执 执着有我 所以就有我生了 于是由义生出一个虚幻缥缈之身 叫做中阴身 所以执我之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人的身躯肉体 是以地大为主 是沉着的 而中阴身是以风大为主 是缥缈的 因为没有肉身包裹它 因造业受报业力所感的原因 随生前所造的善恶业 而分别遮蔽了好或坏的地方 显现出相应的好或坏的境界 这个时候巴士里的种子 就翻腾出来了 过期因为执着的很厉害 现在见到了境界 见到了影像 那就会随之心动 随之追逐执取 你执着 久很好 看到久的影像 会不去追逐 就是这个意思 于是又在相应的六道中转生了 因此追究生死的根本原因 就是一念妄动 执着四向 执起境界 而落入相应的业果里面 诸位 如果你现在实时锻炼自心 明了一切色相 一切境界都是空花水月 都是妄想现前 不去追逐 不去贪求 不去执取 心都空尽了 那么一旦这个肉身毁坏的时候 事大分散了 那这个巴士新王出来之后 就能做主了 不随进转 而不入胞胎了 所以修法用功 那就必须在活着的时候 加紧努力 提高紧接 认清一切色相 都是梦幻泡影 不要只取追逐 而陷阵菩提 活着的时候 就潇洒自在 死后 任他幻境变现 也无心可动 如果这个样子 就能够大放光明 来去自由 而随缘覆盖 没有不自在的 这种不受环境支配 不会夜转的成就 才是真正了生死 这个就是所谓的 无助涅槃 总结 究竟涅槃的境界 是指一切烦恼都已止息 并能够自由自在的 穿梭于生死之中 有了自觉 还要继续觉它 要救度众生 逐渐迈向最完美的成佛境界 涅槃的意思是灭 灭尽即灭 也就是灭尽 贪嗔痴的境界 因为所有的烦恼都已灭尽 所以永不再轮回生死 这个是圣者所证悟的 不可思议的理想妙境 也是佛教修行者的终极理想 这个很难用文字 以言表达 就大圣而论 便易生死的因 如果得以断除 那么就是有余涅槃 便易生死的果 如果得以断除 那么就是无余涅槃 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的差别呢 在于漏身存在以否 无助涅槃是超越生死障碍 也就是超越漏身存在以否 自由自在的穿梭生死不寒 这种涅槃无观生死 这个是菩萨的境界 眼离颠倒梦想就进涅槃 所谓迷者颠倒梦想 悟者就进涅槃 现在被般若召见 梦想是希望不死 自然不生颠倒执着 那么真心显现不被所迷惑的 但这个梦想 根本是依本觉真心而起的 如果我们能够灭一分梦想 就正一分真觉 就好像禁止 你差去了一分的尘埃 就现出一分光明 乃至全灭全震 那么一切功德智慧 无不复归圆满 一切烦恼生死 无不必尽空极 如果福德智慧有所未圆满 那么就有所求 烦恼欲祸 有所未己滅 那么就有所断 有所求 有所断 还说得上就进 这两个字吗 无所求 无所断 这个才构称为就进涅槃 究竟就是道点啊 就是最高处啊 我们在金刚经课程的时候说过 经文的语言模式中 它有破有利 通常破是从反面 利是从正面 这个称为正反两面法 破跟利 两个双举 一面破 一面利 而那个所利的部分 一定是最终极的地方 但是最终极的地方 根本难以捉摸 就比如 这里所说的就进涅槃 他不是有余涅槃 不是无余涅槃 而是那个就进涅槃 诸位你认真听哦 这里虽然是利就进涅槃 但是就进涅槃 了不可得 你现在发心要求就进涅槃 无有是处 不是我们发心要求 就得到旧极灭槃 不是哦 他是从顺阴炎关 运处借元请四任地 元关以后 再逆阴炎关全破 破了之后 再把苦极灭到破了 如此呢 就可以得到波罗波罗蜜多的智慧 得到波罗波罗蜜多的智慧后 再把这个智慧给破了 这个时候连德也破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已无所得故 然后再从这个本体进入 显出行者之相 相出来以后再起作用 到最后才有就进涅槃 而不是一开始就追求就进涅槃 以前小时候我们看小说 小说常常会描述 有一些人享受世间荣华富贵之后 突然有一天心念一转 也不知道为什么转 怎么转的 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他就上山求道去了 过了几年之后 有人看到他以化登仙 驾克西非 但奇怪的是 从来没有人说明过 这个到底是如何修行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知道怎么修啊 每一部经都有他的法门 我们必须把它理出来啊 这部新经虽然很简短 其实他所涉入的相当的广泛啊 而且在这部经里面 也确确实实都记住了 是因为文字过度简列 所以让我们难以动见 现代修行人都用单刀法 我一定要这个 那就一定要这个 却根本不知本体在哪里 这个经文他一体起相以后 在一相起作用 这三段说得很清楚 一体 体要先完成 体的结构就是前面的理论 要先完成 空中无色 无受详情世 无五运 无六根 无六四 无六处 无六成境界 然后无十二因缘 运出界 空了 无苦其灭道 一世 无智亦无得 这个本体建立起来以后 再从以无所得 而显菩提煞朵的相 相起来以后呢 就是用 用到达完美境界 你才明白 体是法身 相是硬身 或者你说化身 用是报身 三身圆满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才有究竟涅槃 因此究竟涅槃 不是得不得的问题 而是做到那个地步 已经没有颠倒梦想 所以究竟涅槃 但现前 诸位他是这个样子来的 并不是去得他 从语言来说 虽然有究竟涅槃 但事实上 那只是一个境界 你到那个境界后 自然就会知道 现在很多修行的人 直接就修会 如果不从运触界 引起这边下手 怎么修 如果从运触界引起来 便会产生 刚刚我们所讲的那种次第 修行是要有要领的 你抓得住要领 你才容易上去 否则将不得其门而入 所以我们常说 经文有他的以言模式和思维模式 原因就在这里 诸位你要能够穿透他 否则根本看不懂经文 我们说心经很深 深不深? 深啊 其实心经不是深 它是很庞大 他把六百卷大波罗经的经文 浓缩在这个260个字的里头 如果你能够弄通他的以言模式 和思维模式 所构成的修行的行为模式 诸位那就是如仪得水 你就可以悠游其中了 以无所得故 菩提撒朵 以波尔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碍 不挂碍故 无有恐怖 眼离颠倒梦想 就进那盘 现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 以言模式和思维模式 四大现象都有它的作用 就修行的立场来说 第一个阶段是破物理现象和生理现象 什么是物理现象 譬如说像土石崩化 这是物理现象 什么是生理现象 譬如说 人的赤赫拉撒 或者是说 比如说壁虎 尾巴断掉了 还会再长 这个都属于生理现象 以无所得故 菩提撒朵 以波尔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碍 这个阶段 就等于在打破 我们的物理跟生理现象 诸位你要留意 这个是先针对理论状况 所做的分析 第二个阶段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的部分 这个是破我们的心理现象 诸位你有没有挂碍呢 有挂碍就有恐怖 这一阶段 必须分几个层面来说明 第一是世间人的状况 世间人心挂碍的情况 有多有少 一般人都会有的挂碍呢 这个称之为正常的挂碍 正常 这意思是指比较少 譬如说 你的父母 或是你的小孩生病了 你有挂碍 所以今天没有办法来听课 那这个挂碍是正常的 但是有些人坐在家里 他却整天怀疑自己 是不是会被绑架 那这种挂碍就不正常了 那不正常的挂碍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生活周遭 从以前过往的环境中 甚至包括累生累世的恐怖记忆 例如某一个人 他的脖子曾经受过伤痛的记忆 会促使他要绑一条尸巾绑在脖子上 那么尸巾绑惯了 如果没有绑 他的危机感 就会随时升起 这个就是挂碍 有挂碍恐怖也随着产生 挂碍之后所造成的恐怖 是属于心理因素 我们要破掉这种心理现象的障碍 就得从这个地方下手 第三个阶段 心没有恐怖 所以眼离颠倒梦想 这个是破社会现象 破社会意识形态 很多人会把社会规律 社会规范压到自己的生活中来 提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你想想看 你从下了车回到家里 总共开了几道门 上了几道锁 你想想看 一旦养成这种习惯 你进房间睡觉 也要锁门 在这个样子下去以后 也许你躺好以后 还要绑恩贤带 不然你会担心睡到半夜 会被魔鬼拉走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一直带着社会意识形态 连私生活也成了这一副德性 没有办法放开 没有办法自在意 甚至呢在家里看电视 想翘个脚轻松一下 一翘脚马上就说 哎呀不行 这个样子不恭敬 这个样子不好看 你家里又没有人 怎么不恭敬呢 你说怕不小心被灵机看到了不恭敬 如果你担心被灵机看到不恭敬 那你精神上大概已经分裂了 你的意识形态太复杂了 诸位你想想看 路靠右边走 没有错 一旦你养成习惯 你回到家里在客厅走路 也要靠右边走吗 这不是很奇怪吗 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疏离 人际关心就越来越冷漠 没有办法产生共同体的感觉 因此生命感也就消失了 为什么说现代人很空虚很茫然 就是没有这个生命共同体的观念 现在的社会法律 尤其西方的个人主义和法治理念 已经把人割裂得很破碎 人活在孤单的环境里 再来你看电视新闻常常出现杀人犯 被捕以后毫无回忆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因为他的心和人性 已经被割裂成单一个体 他变得很冷漠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就个人生命而源 社会价值的意识形态 和判断的观念 我们应该加以破除 然后从生命价值的立场 重新再架构 一个行者必须要联系 破这四个现象 物理 生理 心理 跟社会现象 心理现象是人类所特有的 但其他的动物 植物 也受人类的污染了 曾经有科学家做实验 经常对着果树放荫叶 它就会长得特别好 牛也是一样 月儿的荫叶让牛奶分泌量特别多 相反的你如果是虐待它 它一滴都不给你 由此可见 情绪这种心理因素会传染 一位行者要破除物理现象和生理现象 是最难的 就宏观的立场来看 一位行者是从因地向果地看 所以最先要破的是社会现象 其次再破心理现象 最后才超越物理现象和生理现象 可是从一个成就者的立场 它是从果地向因地看 物理跟生理现象它都不在意 为什么不在意 死就死嘛 它还真的死得很潇洒给你看 它先破这个部分 其次再破心理现象 对于社会现象 因为行者会透过方便法和智慧来处理 所以我们看不到它在社会现象上的解脱 所以从果地或因地来看 是有所不同的 诸位你必须要留意 佛法中有很多果地因地的状况 是你看不到的 世间人经常会弄错的就是 拿果地的标准来要求我们凡夫 尤其是要求出家中 所以你常常会听到的就是 修行人怎么会这个样子 什么样子 修行人也是凡夫啊 并不是每一位修行人都是成就者啊 正因为现在还在修 所以才叫做修行人嘛 这就证明他还是凡夫 既然是凡夫 那跟你有什么差别 跟你也是无异啊 那你会骂人 修行人怎么会是这样子 是因为你把他们当果地人在看 所以很多人经常理所当然的认为出家人 凡事都知道 所以什么事情都去问他 这个也是一种着象 就是把因地人当果地人看 有一个不错的公安 希望能给诸位一些启发 有一个修行者 他第一次跟随一个善知识 一见到师父他就拜 这师父问他说 干嘛来着啊 他回答说 我以清净身口意供养师父 师父的任何要求 我都照实做 绝不违抗 这位师父说 真的吗 他回答说 绝对 因为我是要来学法的 诸位 你记住我现在讲这句话 因为我是要来学法的 这个师父呢 他有一群徒众 那这个徒众认为 过不了几天 这个人就会随俗瞎混 但是这个人他真的很恭敬 在他们试验后面的毛棚里面有很多蛇 师兄们呢 欺负他是新来的不知道 便怂恿师父叫他进去打坐 他就领命路内打坐 结果呢 蛇都跑出来了 这下子惹恼了师兄们 一把火丢过去 把那个毛棚给烧了 这位行者仍然安坐在里面 师兄们问 怎么会这样子呢 他说到 师父威神力加持 所以我们又怎么样 这个师父说 嗯 真的如此吗 接着第二次 这些师兄们呢 又要作弄他 就把他丢下悬崖去 但是呢 他坐着莲花扶上来 那仍旧归功于师父的威神力加持 这个时候师父点点头说 好像真的是哦 因此呢 这群人齐声赞叹 师父真的是修得不错耶 第三次 山痕爆发 土石流滚滚而来 师兄们叫他跑过去 他真的跑过去 那群人心想 反正有师父的威神力加持 也都跟着跑过去 结果山虹把那群人通通冲走了 诸位你知道为什么吗 人家是来学法的 所以刚才我说 你们要记住这句话 人家是来学法的 人家来学法的 他没有是非 他没有爱恨情仇 所以种种的殊胜境界都会显现 他又不积功 都说是师父的功劳 结果师父身边这群人久而久之 便忘记了 以为是真的 最后通通葬身山虹之中 诸位你要知道 人家是因为丝毫没有爱恨情仇等等的分别心 把心安住在道上 而其他的人呢 百般计较 还陷害人 竟忘了自己是谁啊 诸位你要常常提醒自己 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啦 那个是毒箭 一过来 就会伤害你 别人表面上的恭维跟称赞 你虽然不能逃避 或者是接受 但是你内心里 能不能完全不为所动呢 另外从这个公案也告诉我们 真正会修行的人 不是在找善之事的 而是我要怎么样做个好学生 我要怎么样做个好修行者 第四个阶段 心远离颠倒梦想 所以正德就近涅槃 修行人 以正德就近涅槃为原则 这个没有错 可是要正德就近涅槃 必须要心无挂碍 必须要远离颠倒梦想 所以只要能够远离颠倒梦想就对了 真正远离颠倒梦想的人 何须还要再加个究竟涅槃呢 从教学的立场 从果地向因地 是要告诉你这个理 但是从因地向果地 不是这个样子 果地向因地 就好比在地图上标出终点 你在那个地图上面画个圈 写个终点 开车的人到了那里 却说 诶 终点在哪里 怎么没有看到终点这两个字呢 究竟涅槃不是那两个字啊 诸位 你要的不是终点两个字 到了目的就对了 到了终点之后的目的 每个人要起的作用不一样 很多台北人 刚拿到驾照经常开上高速公的终点 基隆 到达终点兜个圈 就绕上来回家了 这个就够了 而有些人呢 那则是既然到了基隆 那不到庙口吃个饱 不愿意回家 所以诸位 这两种人到达终点的目的不一样 但是所到的终点 这一致啊 不过作用不同 因此 究竟涅槃 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你根本看不出来 如果强要解释 那绝对抓不到那个真实的境界 注意啊 所谓究竟涅槃 不是指成就了就停止 如果每个人到达终点 就通通停在那个地方 那终点站 不就成了停车场 所以成就以后 不是两脚一缩 都坐在供桌上 功能模范 那个是不对的 成就以后会起作用 从这个作用中 我们才看到佛法的殊胜 如果不起作用 那么毫无意义 诸位 你们有没有想过 修完心境以后要做什么 注意哦 成就以后要做什么 这就是作用 我讲个故事给诸位听 当年王羲之 他看到一个老婆婆在卖扇子 他这个扇子一直卖不出去 于是他便帮老婆婆 在这个扇子上面提几个字之后 然后叫他拿去卖 原本卖三毛钱还卖不出去的 现在人家一看三十两就买走了 诸位成就以后 就是要起作用 起作用便可以帮助他了 诸位你呢 你仔细想想看 成就以后要做什么 不是要一直追求成就 而是成就以后要做什么 那个才重要 本体的成就 必须借由相的表达 这个就好像刚刚所提的 必须借着扇子提字的那一项 来彰显 王羲之他有慈悲心 他想要帮忙老太太 他在上面帮他提个字 他就会好迈 于是他借由这一项为媒介来起作用 本体你见不到 为什么说本体你见不到 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 你怎么知道他的字写得好不好呢 但是透过了扇子的表达出来 他的作用也产生了 所以扇子是发挥作用的相 于是老婆婆在请客之间 把扇子销售一空 那个就是作用 作用很广大 但大多数人都不等得起作用 譬如经常有人开店做生意 会来问 老师我没有人员 我人员不好 那我现在开店做生意 我想要求一个好人员 你要得到好人员 你要自己想办法 好人员是什么 是本质啊 本质透过跟人相处的相 来起作用 你如果平常跟人相处 老师寄人一千里之外 怎么会有好人员呢 想要有好人员 就必须平常跟人相处的时候 发挥作用 哪一些作用 关怀啊 体谅啊 接纳别人啊 那就会有好人员 如果你冷落冰霜 人家高高兴兴的来找你谈话 每次都碰钉子 那么下次人家怎么会再来找你呢 由此可知 你要追求的不是好人员的这个外相 而是具有好人员的本体 那个相才会增 要有那个本质 有那个本体 并且透过相表现它的作用 你才能够发挥啊 因此这样子的人来问我 我都会回答他 好人员不是用求的 而是用修的 如果没有那个本质 没有那个本体 那就不真诚了 以上所说的这个地方 可以让我们好好解释 心经是怎么起作用的 最后 对于 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朵 以般若般若密多故 心无挂碍 不挂碍故 无有恐怖 眼离颠倒梦想 就进内盘 这一段的经文 合起来的翻译 我们来做个总说 这个翻译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般若能够召见诸法实相 本无所得 所以菩萨以般若法门修行 而能达到心无挂碍 由于心无挂碍 所以没有什么好恐怖 因而远离了一切颠倒梦想的妄见 而正得大灭度 正得大解脱的就进灭盘 好 以上这一段经文 完整的说明完了 我今天就为诸位说到这个地方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直接来做持心官 请合掌 合掌能够让你的一夜千神恭敬 今天我们的进度是对法界 所有一切众生传播慈心 我们基于慈悲 今天晚上的祝愿 我们能够毫不吝啬的 用你最强大的念力 把你所有的祝愿愿力 传达给法界所有一切众生 在休息的过程当中 你要能够深刻的感受到那些句子 所以有话的感觉 愿一切众生脱离危难和仇敌 愿一切众生脱离危难和仇敌 愿一切众生脱离内心的痛苦 愿一切众生脱离内心的痛苦 愿一切众生脱离身体的痛苦 愿一切众生脱离身体的痛苦 愿一切众生每天生活安乐无有困扰 好 今天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老师